今年演员在大荧幕上的演技表现为标准,邀请十位优秀演员与专业的电影制作班底,以年度热议事件为背景,拍摄一支充满创意的短片作品。 今年邀请的十位演员分别是高玉良书记张志坚,吴秀波,潘月宁,马依丽,雷佳音,黄轩,张艺山,赵丽颖,妮妮,玛丽,这个短片将于2017年12月18日上线,你最期待看到哪位演员的表演。 十位都是努力突破自我的好演员,这个短片也是对他们今年工作的肯定和总结,其中最美表演首发赵丽颖镜像版的海报,隔着水汽蒸腾的透明玻璃,神情装镜,不知道赵丽颖会在最美表演,演绎什么角色呢? 网络上最常看到赵丽颖的消息,就是说她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,通过参加比赛从而进入演艺圈,还有吐槽她的衣品,甚至圆脸也能成为舆论。 赵丽颖的回应是,是质疑谈论如无物,接演了一部又一部雄霸盈婷的作品,凭借其在影视领域的表现,获得年度最具价值女明星奖,或许这就是偶像的表率。 在2017年里,赵丽颖主演电影《乘风破浪》上映,在片中饰演性情温婉的《牛赖花》,同年,主演古装电视剧《楚桥传》播出,获得同时段收视冠军,国内地首部在播出期间,网播量就突破400亿次的电视剧,现主演知否,知否,应是绿肥红兽的古装传奇剧正在拍摄中, 讲述的是一个女性奋斗的传奇故事,而且这是她与冯绍峰的第六次合作,这部电视剧目前还没杀清,新剧的消息却已传遍大江南北,看来又是一部未播鲜活的新片。 在12月18日的最美表演短片里,她将奉上何种惊喜,小编已经很期待赵丽颖将会